女人带着孩子外出买菜 只是付个钱的功夫 身边的孩子就不见了 她以为孩子贪婪躲了起来 于是呼喊着孩子的名字可是并没有回应 她四处寻找也不见孩子的踪影 就在此时女人回想起刚才孩子告诉她 说她看见了隔壁的摄影师叔叔 于是女人急忙回到家中找到摄影师 询问她有没有看到自己孩子 可摄影师并没有回答 而是莫名其妙地对着女人说 这一切都是因为她妈妈的罪责才导致的 她说着说着就要动手去抚摸女人 好在就在这时东博及时出现把女人拉了过来 然而东博在拉住女人的瞬间 却意外看到了她小时候的记忆 在女人记忆中 东博看到了摄影师行凶的画面 而摄影师看见东博出现 她却嘲讽地笑了笑 随后她转身就要回家去喝茶 东博稳住女人后也跟了上去 她质问摄影师到底把孩子藏在哪里了 而摄影师却说因为东博也触碰了孩子 所以孩子将会遭到处罚成为第三个被害者 摄影师说完就鬼笑着走进了家门 随后东博就来到女人家问了她小时候的事情 从女人口中得知 那个摄影师是她的继父 而她的母亲应该就是被她杀害的 女人说她九岁那年在家中附近的树林里 看见了继父拿着刀活活将家中的宠物狗杀害 也是在那天母亲拿走自己的项链离开家之后 就再也没有回来 可是几天后继父却把那条项链拿了回来 紧接着她就得知了母亲和另一个男人 为爱一起上吊殉情的事情 由此她断定母亲肯定是被继父杀害的 但是那些都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情 现在当务之急是要赶紧找到孩子 因脸孩子真的成为第三个受害者 于是警方当晚就对摄影师家周围 进行了更加严密的监控 可摄影师却搞偷袭 打伤了监视她的警员 然后抢走了他们的车辆 紧接着她又来到养女的家中 打伤了保护养女的警察 然后将养女带走了 不过摄影师还是大意了 在她抢走车辆的时候 没有发现警员的手机落在了车上 警方很快就锁定了警员的手机位置 发现车辆正快速地朝着机场方向驶去 于是他们当即就联系了附近的警察 对道路实施了路障拦截 与此同时 东博和总警司也没有闲着 他们查摄影师资产时 发现她还有一个秘密基地 于是两人来到这里 想要在这里查出孩子的线索 可这里除了大量的工具外 什么也没有 就在东博跟总警司说 又白来一趟的时候 仓库门口发出了汽车发动的声音 东博见状一个剑步就跟了上去 他抓住越野车背后的小梯子 就搭到了车上 可是车辆左右摇晃颠簸不止 很快他就被甩了下来 而另一面 警方通过路障也拦下了摄影师抢下的车 可是打开车门时 却发现车上的人并不是摄影师 而是被摄影师抓走的女人和孩子 警方实在是想不通到底发生了什么 难道今晚要被杀害的人并不是孩子 还是这只是摄影师调虎离山的计谋 而此时 摄影师已经开车来到了码头 但他不知道东博在爬上他车辆的时候 在车上放了定位器 此时东博和总警司也骑着摩托来到了这里 一下车总警司就拿出枪把摄影师架了起来 可就在东博拿着手铐上去抓他时 他却一拳打开东博 从腰上拿出枪打伤了总警司的右手 跑在开枪后他的枪也被东博踢掉 于是两人就在这里进行了一番生死决斗 然而在打斗过程中 东博读取到摄影师的记忆 发现真正的凶手并不是他 而是一个代号叫做橡皮擦的人 他带走孩子也是为了保护妓女向华一甲 第二天 当摄影师在医院治疗时 东博又读取了他的记忆 在记忆中 东博发现摄影师20年前原本有一个和睦的家庭 他爱上了离婚后带着向华的女人并同居 因为摄影师当时身体不好 所以他为了不耽误向华妈妈便一直没有结婚 反而为了让自己死后把财产转赠给女友 他还特意联系了律师办理此事 一天他起床后发现女友给他做的早餐被家中的宠物狗吃掉 但是当他出门回来是发现向华坐在地上哭 原来家中的宠物狗不行了 于是摄影师急忙把狗子送到宠物医院 但是医生检查出狗狗中的毒后 说他也无力回天 从此他感觉女友应该是在自己饭菜里面下了药 于是他趁着女友上班后把饭菜为了公鸡 结果公鸡吃完饭菜死了一大半 为了查出女友这么做的原因 他趁着女友睡觉时在他的BB机里面装了监听器 结果第二天他就发现女友从医院下班出来后 就上了别人的车 随后他一路跟踪来到他们的楼下 在监听器中除了听见女友和男人翻云覆雨的声音外 他还得知女友和他在一起完全是为了得到他的财产 并且他还听到女友还准备连亲生女儿一起毒死 所以他一气之下就杀了他们 这也是他堕磨的开始 但是最近几个死去的人并不是他杀害的 而是橡皮擦 摄影师只是橡皮擦的一个手下 并且摄影师也被橡皮擦抹去了关于他的记忆 橡皮擦在摄影师记忆中唯一留下的就是这个名字 而上次东博扫描摄影师记忆时没有看到这些 是因为橡皮擦在下水道里透过漏水网 抓住了东博的鞋子 从而控制了东博的记忆